最近这段时间杨子和张一新被爆出热脸 虽然两个人双双否认 但是网友最近又把出两个人在节目中穿的是情侣睡衣 再度引起了热议了 杨子作为现在的当红小花旦之一 出场的每一次活动都有娇高的热度 他近几年接连参加了好几部电视剧中的表现 都让人印象深刻 不管是演技还是造型都让观众们叹为观止 而除了外表和实力之外 杨子的性格也相当的讨喜 他在采访中表现得很真实和善良 在以前的剧组中 杨子还常常请群众演员们吃东西 并且在综艺节目当中 他活泼善良的性格也体现在各个方面 而网友们除了关注杨子戏剧和生活日常之外 也对他的恋情有很高的关注度 杨子在前几年的时候公开过与秦俊杰的恋情 但一年之后两个人又和平分手了 张一新作为向往的生活 第五季常驻嘉宾备受关注 张一新在舞台上和在生活中的表现完全不一样 舞台上的张一新帅气而且充满自信 在向往的生活中张一新做事认真 还有一种丹蒙的感觉 因此呢很受关注的喜爱 而就在最近的一期向往的生活中 杨子作为飞行嘉宾来到了蘑菇屋 在晚上大家一起泡脚聊天的时候 被自带显微镜的观众发现 杨子的睡裤似乎和张一新的整套睡衣看起来 一味相似 张一新穿的是一身银白色的条纹睡衣和睡裤 当镜头转向杨子 他们惊奇的发现张一新睡衣款式 貌似跟杨子的一模一样 这样的发现呢让粉丝们激动起来 莫非这两个人真的有什么猫腻吗 毕竟张一新啊 最近一直是杨子的绯闻对象 如今又激起了网友们对他们的讨论 此前呢有网友发现 乐华娱乐总经理杜华在社交平台上 点赞了杨子和张一新交往的动态 虽然双方立刻辟谣表示网传信心 均为不实消息 不过事后呢有网友开始找蛛丝马迹 发现去年张一新在微博给粉丝发 五千万福利照片的时候 照片颜色刚好是紫色 而当天呢刚好是杨子生日 这又被网友猜测是一种暗示了 其实自从杨子和秦俊杰分手以后 杨子就因为绯闻澄清过自己是单身的状态 没有男朋友 还有一些细心的网友发现 杨子在2018年至2020年之间 已经强调过自己单身的发言有十次左右了 而粉丝们也表示哭笑不得 因为每次杨子在拍戏中所组的每一个CP 网友们都曾怀疑过他们是不是在一起了 比如亲爱的热爱的合作的李信 湘密沉沉进入双合作的邓轮 包括未播出的余生请多指教合作的肖战等等 全都被观众脑补成他们之间有关系 而在孝网的生活预告片放出来时 就有网友发现杨子和张一新关系亲密呢 两个人时常聊天打趣 而且都是聊得笑容满面 节目组呢也进行了回应说 杨子和张一新两个人的睡衣是由节目组统一发放的 无论如何还是等当事人的回应吧 期待二位有更多更优秀的作品 好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喜欢记得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